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10月30号星期一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还是继续讲李克强事件 李克强冲击波并没有结束,悼念蔓延全国 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0月30号 直播一的药本简报,一个 路透社报道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10月28号晚上在特拉维夫的记者会上说 更多的以色列部队从10月27号开始进入袈裟 以色列国防军将针对哈马斯的第二阶段战争已经开始 目标是摧毁哈马斯的军事能力和领导层 将人质带回家 内塔尼亚胡身穿黑色的衣服,他说以色列的目标 就是要击败敌人并且保证 以色列的生存,他提醒以色列人 地面战将是漫长而艰难的 内塔尼亚胡再次呼吁 巴勒斯坦平民撤离 加沙北部,前往加沙南部的人道主义区 美国总统拜登10月29号和内塔尼亚胡通电话 拜登要求立即大幅增加对加沙的人道援助 尽一切可能保护加沙的巴勒斯坦平民 那么以色列官员同一天说 以色列允许未来几天大幅增加对加沙的援助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里文10月29号在有线电视 新闻网CNN的节目中说 哈马斯正在竭尽全力将人民置于危险之中 将平民用作人盾,人肉盾牌 哈马斯武装分子混入巴勒斯坦平民 用平民和民用设施 增加以色列采取军事行动的难度 不过以色列有义务,尽一切可能 将哈马斯和巴勒斯坦平民区分开 沙里文同一天还接受ABC的采访 沙里文说如果美军被伊朗和代理人袭击 美国将会做出回应 拜登总统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非常直接了当 美国努力使目标在巴以冲突,不演变成地区冲突 但是 但是风险仍然是真实存在的,沙里文认为 美国正在采取 措施来防止这种情况发生 另一方面,10月30号 以色列的部队继续对加沙进行空袭,地面部队已经进入加沙内部的 深入加沙内部三公里 同时沿着海岸线同步推进 那么这次地面攻击从南部开始 就切断了这个沙拉丁大道,这条路是 是整个加沙南北的主要干道,那么以色列最新发出来的照片显示 以色列部队已经达到了加沙的深度 那么加沙城内 在加沙城内挥舞以色列旗帜 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表示 以色列国防军已经攻入加沙地带 部分士兵已经深入哈马斯建造的地道 将会继续作战 以色列国防军发现 哈马斯之后就会用装甲推土车 和重型工程车 把这个哈马斯长密的这个地点 这个封堵,封堵地道,主要是现在哈马斯主要是在地道 那么也会用碳地雷达发现 并且同时填埋 哈马斯的地道通风口 并且会使用海绵炸弹 海绵炸弹水烟 钻地弹 主要是用这种方式来对付哈马斯的地道 地道攻势 那么推特博主阿里克城说 以色列国防军的进攻策略,参考了美军顾问的建议 先南后北,就是南北分割 先南北分割,然后再向北部平推 最后呢,再分成小块 分成小块 号称叫分割 分割切块法 优先选择建筑密集较低的地区 打开突破口 再逐渐扩大到其他地区 另外德国图片报报道说 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10月30号说 以色列国防军在进攻加沙北部的过程中 找到了德国女孩卢卡的头颅 他早前被这个哈马斯 这个砍头 哈马斯曾经放出假消息说他还活着 让他母亲呼吁德国政府营救人质 实际上哈马斯早就残忍的杀害了他 哈马斯领导人10月28号说他们已经准备好了立刻和以色列交换俘虏 用手中的人质换取巴勒斯坦囚犯 以色列高级官员12月28号访问了卡塔尔首都多哈 在美国的协调下 与卡塔尔谈判代表就释放人质进行了会谈 哈马斯的话不能相信 另外方面 土耳其总理阿尔多安12月28号在伊斯坦布尔 举行的执政党集会上说 以色列是占领者 阿尔多安说每个国家都有自卫的权利 但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的正义在哪里没有正义只有正在加沙的恶性屠杀 阿尔多安结束讲话后以色列外长 科恩立刻宣布 召回所有驻土耳其的外交人员 这意味着以色列正在暂停了和土耳其的外交关系 如果两个关系持续恶化下一步就是断交了 基本上阿尔多安在利用 利用巴以冲突 来投机 因为土耳其内部的问题非常的严重 非常的严重 国内问题非常的严重 所以呢阿尔多安讲这些话 来进行某种程度上的煽动 来转移视线 土耳其是民选政府 所以 他的转移视线的这种动作是有意义的 对专制政权来说他不需要转移视线 第二法新社报道 俄罗斯的打吉克斯坦 俄罗斯的打吉克斯坦 什么鬼 实际上是9号30号发生了 反犹太骚乱 当天有一架航班从以色列的特拉维夫飞到 达吉克斯坦首府 叫马哈 马哈齐卡拉 马哈齐卡拉有几百名当地 当地市民冲进机场 要找以色列乘客 视频显示有几百人 突破路障冲进了 马哈齐卡拉机场 的航站楼 然后就 跑到这个跑道上包围了这个航班飞机来自特拉维夫的 民航客机 骚乱者 这个在停机坪上挥舞巴兰斯坦旗帜 高喊反犹太的口号 那么在机场外阻拦车辆要求离开车辆的人出示证件 骚乱者还质问飞机上的技术人员犹他人在哪里 当地的警察逮捕了60名骚乱者 马哈齐卡拉机场关闭 事件发生之后 以色列主领列塔尼亚湖发表声明要求俄罗斯政府 保护以色列公民 并且采取行动 应对反对反游的活动 另外 达基斯坦西部城市 叫哈萨维尤尔特的抗议者包围了当地的一个酒店 原因是他们听说有一名犹太男子住进了这个酒店 基本上这件事情非常奇怪 就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高加索地区的有一个加盟共和国跑出来 会反对反对这个犹太人 当然尽管当地是兴奉伊斯兰教 可是他似乎离那个现场有点远 第3 美国之音报道 香山论坛10月30号上午在北京开幕 那么军委副主席张又霞发表主题演讲 张又霞说 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各国休憩与共安全安危共担 尊重各国人民自主抉择的发展道路 和社会制度 尊重视和照顾各国的 合理关切 就是说 独裁者要让独裁者自己干自己的事情但大体上就这意思 那么张又霞又说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 无论谁想把台湾以任何方式从中国分裂出去 中国军队绝不答应绝不手软 都是开始说狠话 那么张又霞又说 中共愿意本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的精神 发展与美国的军事关系 俄罗斯国防部长邵逸古担任首位演讲的嘉宾 邵逸古说 西方阵营不断的升级和俄罗斯的冲突 使得核大国面临着 直接军事冲突的危险 这将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进行核威胁 美国派了国防部副部长的办公室中国事务 高级主任叫卡莱斯 出席这次香山论坛 那么香山论坛是2019年开始 美国开始派国防部的 这个部长 副助理部长 出席,2019年第1次出席 那么卡莱斯在论坛上表现得很低调 那么第1次全体会议之后,卡莱斯先后布出会场 在会场旁边这个 与 与其他人对话,他对现场的记者说 这次论坛他不会发表,不会介绍采访 北约派军控主任史密斯出席 那么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的副参谋长 叫景建峰10月29号 在北京和韩国国防部副部长 金善稿举行会谈 金善稿说,韩国反对中国遏制 中国强制遣返脱北者 再次要求中国发挥作用缓解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 那么以往的香山论坛通常是由国防部长 发表主题演讲 并且会见其他国家的军事代表 当然知道李商福被免职,但是中国还没有任命新的国防部长 这次就安排军委副主席张又霞 然后是景建峰代表 路透社之前说 在香山论坛举行之前 人大常委会 会任命新的国防部长,事实上没有发生 说明什么,说明之前也有几个接任 接任这个国防部长的说法,一个是刘正丽,总参谋长刘正丽 一个是军委副主席何卫东 兼任 那这两个到目前为止没有实现 那现在香山论坛已经开幕 仍然没有国防部长 说明什么 说明中共的权力斗争非常的激烈 到目前为止国防部长还没有达成共识 这也说明了什么,说明之前习近平 派系传出来说习近平已经全面控盘 这个说法是胡扯 如果习近平全面控盘,国防部长不会控到现在 第4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10月30号和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进行了一次政党协商,双方谈了一个半小时 主要是 总统大选的问题 但是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没有参加 协商之后,国民党跟民众党达成共识 两党同意在2024年大选共同努力 在立委选举上相互支持 将席次最大化 两党将会推动台湾进行第3波民主改革 讲了一堆民主改革 这民主改革其实完全是 国民党为了为他自身的利益量身定做的所谓的民主改革 协商之后,朱立伦表示,国民党与民众党在立委选举上有共同承担 在总统选举上也要共同努力 未来讨论的速度会越来越快 柯文哲说,希望安排 希望安排朱立伦、侯友宜三人坐下来谈 他也会找来这个鸿海的创始人 郭台铭参加 那么基本上这件事情 柯文哲讲话很有 很有意思啊 他找郭台铭参加 那个安排朱立伦跟侯友宜参加 那这叫什么协商 当然如果两党在协商的时候,侯友宜不出席协商 说明什么 只能说明一条 他不想参加,他不想参与合作 也就是说 侯友宜作为总统参选人 他并不是特别感冒 跟柯文哲合作,因为他要当副手 也就是说国民党内部 并不完全取得了一致 第五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9月份外国对中国直接投资 IFD DIF 是728亿人民币,同比下跌了34% 创2014年有记录以来的 最大跌幅 应该是FDI 那么外国 外国直接投资负债是衡量外资流入的重要的数据 那么今年的第2季度,外国直接投资负债是67亿美元 比第1季度减少了143亿美元 创2000年以来的最低值 那么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的研究员赛瑟指出 数据显示外企不再对中国进行再投资 而是尽快地把利润移出中国 麦格里证券首席中国经济学家胡伟俊说 外国对中国直接投资下滑的原因是美国利率较高,那么促使美国企业 将运营的资金从中国转回美国 美国的利率持续走高,中国的利率持平,创造了非常大的套利机会 那么数据供应商万德 汇编了中国商务部的数据 今年5月份以来,外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 都出现了两位数字的下降 商务部官网只公布累计数据,不公布单月数据,所以8月份 而且8月份开始不再公布美元计价的数据 就他们用这种方式来掩盖真实的情况 这个数据其实很简单,很简单的一个结论 就是外商投资开始停止对中国的投资 这原来对中国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 获取外汇的一种方式 那这个结果 会导致 中国的外汇供应出现问题 第6 澎湃新闻报道,美国交通部宣布 11月9号起,中国航空公司往返中美航班,每个星期 从24班增加到35班 按照对等的原则,美国航空公司每周往返中国的航班 也增加到35班 也就是说每个星期 中美两国的航空公司 往返 往返中美之间的航班会增加到70班 那么武汉肺炎疫情爆发之后,中美航班大幅减少 但是至今没有恢复到疫情前的每周300班 原来每周有300多班 现在还只恢复到每周70万,所以机票会非常的贵 疫情前中国往返 往返中美国的这个航班机票 淡季只有两三千块人民币 那么过去三年美国去中国的 单程机票要1万多块钱 高峰期更是到了多少 更是到了三四万 所以随着中美航班的增加 那么中美往返的,中美机票的价格会进一步回落 根据第三方出行平台显示 从上海到洛杉矶 11月份的单程机票 最便宜的要七千 那么转机最便宜的三四千 直飞是七千多 这已经便宜了很多,第七 韩联社报导 韩国总统尹希悦和日本首相安天文雄10月29号 共同获得了美国肯尼迪图书基金会 图书馆基金会颁发的 肯尼迪勇气奖 韩国驻美大使和日本驻波士顿总领事 代表两国领导人出席了波士顿的颁奖典礼 肯尼迪总统的长女 美国驻澳大利亚大使卡罗琳·肯尼迪在颁奖 颁奖典礼上 称赞尹希悦和安天文雄 跨越痛苦的历史问题,努力拉近两国关系 尽管国内强烈反对 而且即将举行选举 但是这两位领导人没有选择容易的道路,而是跨越了分歧 建立了信任的关系 尹希悦和安天文雄值得所有的世界领导人效仿 尹希悦通过视频发表获奖感言 尹希悦说勇气源于牺牲和奉献精神 他今后将推动韩美日 三国加强合作 为世界自由和平繁荣做贡献 安天文雄表示,正如肯尼迪总统所说 太平洋将日本美国韩国 团结在一起 日本将与美国韩国等印太国家密切合作 为本地区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 肯尼迪勇气奖是1990年由肯尼迪图书馆基金会设立 表彰在政治领域展现出勇气和领导力的人物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都获得过这个奖 那么主要是 主要是面对中国和朝鲜的威胁 尹希悦跟岸田文雄 选择了跨越这个历史问题 决定放弃 放弃原来的对抗的态度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 美国 美国要推动整个东北亚的 稳定与和平 韩国和日本的 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 是问题的关键 那么今年这个这件事情得到了非常大的 突破 第8 美国前副总统彭斯 10月28号宣布 他将会退出2024年总统竞选 彭斯说 我很清楚现在不是我的时代 共和党应该回归保守原则 抵制民粹主义的诱惑之歌 彭斯6月7号宣布参加 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 他高举反对前总统川普的歧视 可是一直没有吸引选民和赞助商的支持 美国成间咨询公司最新的民调显示 川普在共和党的党内支持是62% 佛罗里达遥遥领先被这个华为注册了商标所以 川普不能用 佛罗里达州的州长德桑蒂斯支持率是13% 那么美国原来驻联合国的大使黑利支持率7% 彭斯只有5%的支持率所以他退选 共和党的形势其实很明显 川普的支持率最高 那应该会获得共和党的初选 他将会和 现任的总统拜登再次对决 第九 美国国防部 美国国防新闻网报道说意大利计划把两 两艘 这个叫迪雷维尔籍的巡防舰出售给印尼 迪雷维尔籍的巡防舰拥有神盾级驱逐舰的同等性能 印尼把它视为 继日本韩国新加坡之后又一个拥有神盾级 舰艇的国家那么意大利国防部国防部长表示 印尼和中国在南海的关系紧张 因此加速了和印尼讨论出售军舰的计划 意大利海军有三艘这种巡防舰 又订购了7艘 向印尼出售的两艘可能已经下水 还没有服役的新船 根据不同的任务性质迪雷维尔巡防舰 可以装配成不同版本应对各种不同的任务 包括国防支援特种作战 防海盗 防海盗护航 防空反潜等等 第10 中国国家安全部10月30号在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 题目是小小基因如何引发生物安全龙卷风 文章说境外机构窃取中国人种的基因资料 根据这些基因数据 可以研制出 杀伤特定种族的基因武器 这是 中国安全部发表的文章 非常 非常让人震惊 他说与传统的生化武器相比 基因武器难以预防难以隔离成本低廉 一旦被用于战争造成的后果将是毁灭性的这篇文章这么讲 文章还讲述了一起案件 说境外某些非政府组织在中国招募志愿者 收集各种生物 生物物种分布的数据 文章最后提醒中国的老百姓 说生物安全和你我每个人都有关系 维护生物安全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这就是习近平的安全观 所有的东西都不能让别人知道 科技更是如此 所以为了保密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 原来很多人讲我从事科研工作我不搞政治 没有 政治会找你看见没有 中共把所有的事物都赋予政治色彩 所以呢实际上每个人都跑不掉 他编造一套这样的逻辑 来欺骗欺世盗名啊可以这么讲 这是我们今天的药文简报 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李克强冲击波并没有结束 悼念蔓延全国 前总理李克强奏篮离世 在中国产生巨大的政治冲击波 在过去这个周末悼念李克强在全国各地蔓延 成为一种风潮 从李克强的安徽老家除州定远线 到他成长的安徽合肥红星路 有一名摄影师用他的镜头记录了安徽人民对李克强的诉求 就是他说从花海变成花墙 接着变成了花山 安徽人喊出来的是长安街给不了的 合肥给了 在 在河南郑州 李克强当过省长的地方也就是去年 这个郑州洪水发生洪水的事件之后李克强要求追责 郑州市民把千玺广场变成了鲜花的海洋 有人专门到外地买了大量的菊花在现场派发 给每个市民表达的机会悼念 悼念李克强 现场的民众留言说 人在做天在看 王八蛋终究会管蛋 精心策划的崇拜不堪一击 发自内心的爱坚不可摧 还有市民高呼 同心有岸人民用戴李克强总理一路走好郑州人民缅怀你 那么悼念李克强的浪潮并没有因为政府在暗中 这个限制而减退 从香港到北京从上海到乌鲁木齐 大江南北每一个公共场合都成为中国人 送鲜花的场合有的是机场码头 有的是纪念碑烈士陵园 任何具有象征性 纪念性的建筑物 或者是场合 都有人摆上鲜花 那么在上海 最新的情况是 有人利用万圣节的节目来讽刺习近平来悼念李克强 悼念李克强和这个万圣节活动混搭 混搭在一起 在延安中路和聚路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聚集 然后警察就开始对万圣节活动清场 拉警戒线禁止人群进入并且在 用共享单车封路 警察在现场用喇叭广播 说任何未经批准的聚集都是非法活动 那么亚洲社会政治研究所的中国分析师 尼尔托马斯认为习近平可能会尊重党内的传统 带领中国的民众哀悼这个李克强 他没有理由 这个托马斯认为 习近平没有理由激怒这个李克强的同事和党内的支持者 而且这些人的政治影响力随着李克强的去世会进一步的削弱 所以呢李克强 这个的悼念活动会在某种程度上允许 不过呢对于利用李克强之死来反对习近平的企图 会采取零容忍的态度 这个分析有一定的道理 基本上在整个周末 推特平台上有关李克强智商安排的帖子刷屏 帖子这样的,李克强智商安排通知如下 1 按照中央有关丧事重简的精神不开追悼会 2 克强通知遗体10月27号从上海运往北京 遗体将于12月2号在北京火化 遗体火化当天 北京天安门 新华门 人民大会堂 外交部 各个省 各个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 各边境口岸对外机场码头 驻外使领馆下半期致癌 3 不邀请境外同志参加丧事活动 克强同志的家乡和工作过的地方 可以派代表参加遗体送别活动 4 不邀请各国驻华使节 不安排外国人参加丧事活动 基本上这个活动就是这4点 这4点的安排 在这个周末 有人透露出来之后就不断在转发 那这个安排被一些时事评论员批评 说这个 过于简单了意思就是 过于简单了说这个 是 当然还是批评习近平 我认真的查了一下 基本上这个自商安排跟前总理李鹏的自商安排是一致的 2019年7月22号前总理李鹏 应病去世中年91岁 新华社报道说李鹏遗体 7月29号在北京火化 习近平出席了告别仪式 那么当天这个天安门 全国各地下半期治安 也是没有举行追悼会 基本上 目前中国官方对正国级正职的这个国家悼念基本上就这个标准 唯一不同的是谁就是江泽民 江泽民的安排当然超出了这个规格 那基本上李鹏这个李克强跟李鹏的 这个丧事自商安排和李鹏 一致 基本上没有超出规范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那么另外在整个周末的社交平台上 有关李克强的一些讲话也在刷屏 有些讲话我给大家听一下 一个是做人不一定要风风光光但一定要堂堂正正 处事不一定要尽善尽美 但一定要问心无愧 以真诚的心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 以感恩的心感谢拥有的一切 未来不是穷人的天下也不是富人的天下 而是一群自动套合 敢为人先 正直正念正能量 人的天下 他说真正的危机不是金融危机而是道德与信仰的危机 与智者为伍与善良者同行 时事评论员林飞说 李克强纵有文革后新一代知识分子的专业能力 和传统世人的名本情怀 纵有80年代强烈的改开使命感 身居高位的他 眼看着这个中国日益闭关首国名胜困苦 市场经济和法治 双双陷入停滞,辜负了党外民众对他的期望 对改开最后的信心 他说不能不说 这也是李克强政治生涯中最大的遗憾 时事评论员邓宇文说 对中国社会来讲,李克强的去世 会让精英阶层,尤其是中共那些失忆的改革派官员 和团派官员 感觉是吐死胡悲 这么多年来他一直被反对习近平的精英阶层寄予希望 把他作为接替习的人选 幻想着哪一天他不忍了 跟习近平掀桌子 但是直到去年中共二十大团派全部出局 他们才基本上死了这个心 觉得中共政权彻底没救了 李克强如果在开明专制下 他对改革市场的坚持 对百姓的同情,会让他成为一个有作为的总理 但是在习近平的时代 注定是不可能施展报复的 习近平不会容纳一个 和他的基本理念背道而食的人做副手 也没有把李克强半途赶下车 就已经不错了 不可能支持李克强按照他的想法去治理中国 而李克强性格中的柔弱 特别是中共这种整齐划一 强调服从的政治体制 也决定了,他不敢也不愿意去挑战最高权力 他能够做的就是在临近退 退位时发几句高喊 这个改革开放 还要继续往前进 黄河长江不会倒流,人在做天在看 在外人看来,这有某种壮志未愁的悲伤意 意涵在内 显示一种不甘心的姿态 但也仅此而已 有网友留言说 人们顶着禁止悼念的压力 去纪念一个十年期 市任期 都碌碌无为,一事无成的政治人物 人们悼念李克强不是因为他有多么丰功伟绩 而是因为他的个官满意,他是一个第三人称的他 因为他恶贯满意 还有人说,一个人不是因为他做了多大成就而被怀念 而是因为他什么都做不了而被怀念,被纪念 一个生不逢时的书生 一个无法作为的士大夫 他背后是一个破碎的时代 和无数个 用尽全力,却依旧节节败退的失忆者 被悼念的人不再是一个名字 而是某种寄托 人们在哀悼他们自己,也是一种朴素的情感 无需用意识形态或者宏大命题去定义的是非 对错 你总是允许无能为力的人们,有悲弃的自由 和情绪的出口 与此同时,中国官方暗中对民众的悼念活动进行控制 防止悼念活动的扩展和外溢 网上流传这个公安网安的指令,要求调取 网购鲜花 蜡烛等 等这个祭奠物品 邮寄地址包含清华北大团中央天安门 府右街八宝山中央党校 全国学联、全国青年、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等地点的订单信息 每一个小时反馈一次 对这些 主要是监控年轻人发现没有 这所有的这个 而且要求这个花店 这个限制他们的订单,要让他们缓发 发这个花 那么 而且在李克强遗体 送敌北京之际 北京高校下令 所有的学校 禁止聚集悼念,不准在网上发表评论 甚至要求学生将他的禁令 传达给家人 从各地反馈的情况来看 中国政府并没有禁止悼念活动,只是暗中采取各种 各种手段 让人快点离开啊 来可以 让你赶紧走 比如说疏导人流的方式,到目前为止 各地也没有出现冲突和混乱的情况 另外网上还有消息说,解放军最近在快速 快速向北京集结 虽然 虽然这个 快速集结的这个消息 有视频 有各种说法 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 我们没办法证实,当然也是肯定证实不了,为什么 因为到底是一个大规模的集结,还只是一个不 局部的情况不清楚,而且很多网上的视频,你没办法证实时间地点 有可能是以前的事情 纽约时报记者袁立10月28号发表一篇报道 题目是中国人哀悼李克强,也哀悼一个希望尚存的时代 这个题目非常的准确 文章说,在许多中国人当中,李克强的去世激起了他 激起了他 对他所代表的那个时代的怀念 那是一个经济前景更好 对私营企业更开明的时代 这样的反应显得极为刺目 表明了中国国内 对习近平领导的不满 那么去年,这个习近平废除了这个任期 两届任期,史无前例的获得了第3个任期,文章说 李克强可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权力最小的总理 他的事实所引发的悲痛 反映了公众对一个已经抛弃的改革与增长的时代的失落情绪 以及生活在毛泽东时代以来 作风最专制的领导人习近平治下的中国 人们所感受到的深切无力 在多家社交平台上 广泛的流传的一篇文章说 许多中国人在李克强身上看到了自己 10年间苦苦支撑 却节节败退 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李克强的去世让他们 得以释放压抑已久的沮丧 愤怒和焦虑 这种情绪源于他们认为习近平对经济处理不当 习近平打击私营部门,破坏了中国 最成功的企业的发展 他疏远了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并和俄罗斯等国走得更近 同时还用忠于他的人换下 具有改革意识的领导人 习近平将政府的重心转向意识形态而不是经济 这对很多中国人来说 拥有法律和经济学位的李克强 代表了上个世纪90年代 和本世纪初带领国家走出贫困的 务实派技术官僚 有人感谢李克强的坦诚 他曾经在2020年的一场记者会上指出 中国虽然有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但还有6亿人收入不到1000元 这番表态 被认为戳穿了对习近平关于全面脱贫的 宣言 一名叫 严小云的前记者写道 没有完美的人也没有完美的政治家 但人们不应该忘记他捅破真相的勇气 那么基本上公众在周五的反应是去年11月的白纸运动以来 最为激烈的情绪宣泄 文章指出 当时许多城市里有数以千计的年轻人走上街头 抗议政府的动态清零政策 还有更多的人加入了网络抗议,文章最后说 和公共悲痛相反,中国官方的媒体 淡化李克强的死讯 那这种低调处理引发了网民的热议 因为他反映出 因为他反映了他们眼中的习近平对李克强一贯的羞辱和蔑视 哪怕在他去世之后也是如此 一名中国记者告诉我说 活得郁闷死得憋屈 我们不都这样吗 那么这件事情 政治评论员陈道银说 李克强是一个有想法但是没有解决方案的人 作为总理他并没有取得太大的成绩 这部分是因为他自己的原因,也不能全怪习近平 当李克强10年前首次上台的时候 还有很多想法 比如说鼓励畅业等等 但是没有有关如何实现这些想法的计划 当这些想法没有能够实现的时候 他的权力也被逐渐的夺走 成为过去40年来最弱的总理 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的教授杨大利表示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李克强的政策制定和实施范围 受到限制 习近平毫不掩饰地主导着政治和政策的制定 使得李克强沦为次要角色 习近平的光芒盖过了李克强 使其倡议的行动空间比过去的总理要小 法国的《非加罗报》星期六发表文章 题目叫中国哀悼习近平的竞争对手李克强 文章使出 哀悼的背后是对一号掌权者的隐晦的批评 一位网民发帖说,最后一个有文化的人死了 而习近平重申意识形态高于经济的实用主义 甚至可惜不是你,这是一首流行歌曲的作为幌子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观察家指出 李克强的死令人震惊 他标志着 40年改革开放的结束 李克强去世 在政治动荡的背景下发生 既外交部长秦刚被解职 国防部长李尚福 不说明原因的解职 解放军内部也发生了神秘的清洗事件 和美国的紧张关系和经济环境的恶化加剧了这种氛围 使得李克强的葬礼变成 成为即一年前国家主席习近平 国家主席江泽民 前国家主席 江泽民葬礼之后 习近平掌舵的 一个微妙的顺序 那么基本上 对于中文社交媒体上面 有关李克强死因的各种猜测 我们来顺一下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李安勇认为 在无法知道事实的情况下 人们只能猜测 他说我的猜测是 对习近平而言 不值得对李克强下毒 为什么因为李克强没有威胁习近平的权力基础 他说人们对李克强 可能被害死的猜测 实际上反映了中国人对习近平政权的不满程度 他说人们厌倦了习近平式的统治 很多人在总结他的政策错误 包括动态清零 包括这个突然又突然无需开放 包括挑起跟美国的争端等等 这是李安勇 李安勇的学生 李克强的北大校友 民主党的主席王君涛认为 李克强虽然下了台 但他仍然是这个习近平的一块心病 所以李克强最好的也是 李克强是习近平最好的替补 所以习近平要断绝人们的念想 就把可能替代他的人都干掉 这是 所以你看王君涛认为 有可能是他干的 那么同样也是李克强北大校友的北京之村的杂志 民意主编胡平认为 如果李克强是自然死亡 那么中国政府应该有个明确的解释 如果你不解释 就难免 外面会有阴谋论 但是如果中国政府,我的看法,如果中国政府突然跑出来解释 说李克强是怎么自然死亡 这更会引起阴谋论 对吧 美国之音说 中共的医疗体系为现任 和退休的官员提供 非常优越的保障,健康保障 除了第1任总理周恩来死在任上,死因为是肝癌,没有及时治疗 有传言是说是毛泽东暗中拖延导致的 那么其他已故的总理都是高授 华国锋是87岁,李鹏是91岁 就连这个软禁的赵紫阳都有86岁 那么现在仍然在世的 朱镕基是95岁 温家坡已经81岁 那么基本上 理论上他们有更好的医疗条件 那么纽约外交关系协会的资深研究员 普利策奖的获得者张燕说 他说目前情况下 很多人会把他当作一个习近平的替代者 他也这么认 他说虽然我不相信阴谋论 但是问题是 中国的情况让很多人会觉得 李克强的死 有更的 更大的含义 不过呢张燕认为 李克强突然离世 不太可能会改变中国高层的权力 权力状况 那和习近平相比 李克强被视为改革的温和派 但他从来 张燕认为 李克强从来没有真正挑战过习近平 那么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认为 李克强缺乏制定政策的能力 他要做的事情就执行来自高层的政策 这是李侃如 李侃如就觉得李克强没有 没有这个威胁 另外一位中国问题专家孔杰荣者认为 李克强的突然去世 对于所有 所有预见 所有说习近平可以 可能还会再统治20年的人来说 是一个发人深省的警示 这个意思就很清楚啊 因为之前有人讲习近平会再统治20年 然后他的意思是说李克强突然去世 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警示,为什么?因为没有生命是永恒的 也就是说习近平也可能会突然有一天死掉 那孔杰荣还说,他说我再次推荐大家来看看 看什么,看喜剧电影 斯大林之史 我真的很喜欢孔杰荣,我觉得他很有 很有 他的观点非常的锐利,孔杰荣 虽然他已经这么大年纪 好吧,那么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有点冗长 但是我很想把这件事情 完整的表达完 因为各界议论还是很多 那整个周末这件事情持续在发展 那目前这件事情仍然在发展,我们会持续的关注 好,那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 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 做更好的节目 那么经过一个周末的时间呢,我们这个 我们通常星期一的直播一会比较长 是因为新闻的内容比较多 所以 请大家了解 好,鸣谢 唐伟谢谢,老罗王谢谢 希望大家花备份为力量,在各个方面充实自己 等待机会,不要做冬天的火柴,做无谓的牺牲 人在做天在看,这么多清醒的人终会有一天 突破铁拳 捍卫人权 说得好 我有一个非常 我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感受 这个清晰的感受就是 当你看到,当你在推测上看到一个 一个码头上突然有一 一束鲜花 菊花放在那里 这个码头是一个不是那么显眼的码头 比如鲜花放在那里,说明什么 当你在 在安徽,我觉得并不意外 在郑州我也不意外 在上海的这个延安中路,我也不意外 在北京的东直门桥上 有人在按喇叭,我也不意外 但是你突然在某一个小县城的一个交通药道上 有一束鲜花 有一束鲜花 菊花放在那里 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 实际上 实际上 中国人都明白 中国人都明白 中国人都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只是他没有机会表达 因为中共控制了言论 中共控制了言论的渠道,表达的渠道,包括互联网 所以实际上通过这一次 李克强去世这件事情 我非常的清晰的了解 中国国内 他们的老百姓 他们并不是你想的那样 被中共洗脑洗抽筋了,并不是这样 他们保持着 非常清晰明白的 理智 和 清醒 情况 李克强尸骨未寒,智商事宜迟迟迟拿不出来的情况下 昨天北京长安街竟然开启了国际马拉松比赛 数万人身穿五颜六色的服装 欢迎笑语热情洋溢的在长安街上 这一幕伴随着近期北京灰蒙蒙的大雾天 让人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 和安徽的满城菊花相比更像是两个世界 观点,我今天到翠湖和步行街边走边大喊 人在座天才看 长江黄河之水不会倒流 要改革开放,不要文革,悼念李克强 路上有几万人听到,只有三个人给了我掌声 他们是不是不想反抗 他们是被洗脑麻木了 中国人的软弱成了习近平独裁 成就了习近平的独裁和暴政 我的悼念是自发的 但是我在路上会喊 今天我第一次冲塔 以后我还会冲塔直到被抓 直到离开这个世界 杀了我一个还有千千万万个我 李克强的事告诉我 和恐怖分子妥协会 让他更恐怖,所以我选择抵抗 我选择冲塔 加油同胞们 我非常敬佩这位网友的勇气 我也希望你能了解 你看到的并不是事情的全部 中国人需要觉醒,中国人需要清楚的知道真相 我也希望你能够安全,希望能够保全自己 看到我们更长久的未来 观点,中国国防部长的空缺说明一个问题 台海的战争风险还是在上升,理由 中共没有绝对的信心和实力 实力在预计时间内拿下台湾 如果台海战争爆发 国防部长在国际上就是发动战争的战犯 国防部长是发动战争战犯 战争失败对国内,对内国防部长也是第一替罪养 不是的 国防部长没有权力发动战争 发动战争是谁 发动战争的一定是国家元首 没有 国家主席才有权力,国家主席跟人大,你看一下 应该是国家 宣战是由谁 谁有权力,国家主席才有权力宣战 但是要经过人大批准 所以国防部长 跟国防部长没有关系,国防部长 中国的国防部长更多的是军事外交 他连指挥军队的权力都没有 观点,上个世纪70年代 大家都在等着腊肉的寿命结束,20世纪的今天 民众们急切 和急迫地等待着200斤包子生命的终结 和包子时代的灭亡 其中的共同点就是大家都在这个时间点 迷茫并且无比痛苦 持续的煎熬 观点,先不讨论李克强的死因 习近平团队连身后事都处理不好 李克强像是哈利波特里的那个人 名字连提都不能提 我认为这件事对民间的影响不如对共产党的影响 民众的哀悼 哀悼行为 是看得到的 看不到的是共产党各行 各行政团队的心理状况 各位想想 看到前总理如此下场 更慌自己 没有小弟的老大是 势单力薄,没有撑场的团派 和共产党员,自认永远权贵的习近平和 红二代可能面对执政真空 整个统治集团将分崩离析 例如国防部长在哪里 有点绕,我没办法很清晰的掌握你的意思 我建议 我建议网友发表 观点的时候 开宗民意 讲清楚你的观点是什么 我认为习近平要下台 理由是123 就好了 不要羞辞 我很多网友喜欢用一种 翻译体来做羞辞 翻译体做羞辞并没有力量 最有力量的是 直指命题的表述 简单的 直指命题的表述 最有力量 你参考一下 情绪精心营造的崇拜一吹就破 发自内心的尊重,坚不可摧 其实大家去祭奠的不仅仅是李克强 而是对一个时代的告别 那个大家对于未来充满希望的时代告别,说的是对的 观点从李克强的文笔来看 他的文字造语非常高,是一个饱读诗书的人 李克强在河南主政期间,虽然爆发了艾滋病疫情 但后来他做了积极的补救 河南的经济在李克强的主政下得到发展 明显强于河北 东北等北方城镇 为什么要讲这样的话 中国人还是,只要是好的 所有的都是好的 不好的就不好嘛,没做好就没做好,河南在李克强的治理下 一无所成 为什么 河南其实有很大的,河南本身是一个 河南本身是一个农业大神 所以河南本身的工业基础并不好 然后河南的流失,人才的流失,资金的流失,因为他靠近 还是靠近 往北是北京,往南是 长三角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河南不大容易发展 不大容易发展 所以 不要帮他说这个话了 不要 他就是有缺陷,这就是一个有缺陷的人 对吧 团派 基本上你可以看 所有的团派干部 团干部出来的 团中央出来的干部 在地方政府都没有政绩 那你包括唯一表现比较好的是谁 汪洋 汪洋为什么不会被人高看 但实际上高看也没用 高看也没有太大的作为 观点 李克强虽然平庸,但跟习近平比强太多了 习连世界发展的方向都没搞对,越勤政越亡国 情况,朋友圈很多90后转发对李的悼念 平时他们对政治不感兴趣很少参与 现在就是出于一种朴素的直觉 身处这个乱世再不敏感的人也能感知 洗礼间的高地好坏 观点 同意很多人说这次不会重演习近平 重演周恩来胡耀邦引发的社会活动 但是这种情感的羁押 和中共采取的高压统治 六四在线只是时间问题 为什么大家会有这样的故事呢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为什么会有一个共识说不会重现 周恩来和胡耀邦的社会活动呢 这个我觉得这就是 这就是中共大外宣做的工作 不断的进行一种 心理暗示 我从头到尾我都没有做过这样的设定,为什么 没有人可以预计社会 社会活动的变化 没有人可以预计 就像白纸运动一样,白纸运动谁预计到 没有人预计到 谁能预计到 这个 这个司通桥之边 没有人预计得到 你还能够预计到有一个共识 说这个 说这个不会重演周恩来和胡耀邦引发的社会活动 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这个看法我认为是不对的 现在 这件事情还在发展 到底会发生是什么样 我们 我们继续观察,不要下结论,不要这么快下结论 新闻工作者的任务就是 不那么快下结论 除非我们看到了结果 观点,悼念李克强击中了中共的弱点 强烈的镇压无法铺开 很多人通过悼念,指伤骂怀 虽然视频下降 因此 这个运动与以往五四四五运动八九六四有很大的区别 更可以看作是白纸革命的延续 内核是80年代的大学生 依然保有对社会主义的尊重 而当下的年轻人没有工作,没有希望,甚至没有软肋 让我们拭目以待 即使习近平依然强势,说得很好 我觉得就是这样 我觉得是这样 观点,争取民主的历史上,类似八九六四的街头抗议 也有成功的案例 1980年光州起义就是最值得骄傲的时刻之一 成千上万的普通民众走上街头抗议独裁 虽然遭到血腥镇压 但事件之后 仅仅七年 韩国就走下来民主 观点 国内民间大规模的悼念,更多的是民众对李克强促势的震惊 对过去十年的同情 不论是真正的死因如何 这种 保理贬习的情绪宣泄 大规模追思活动 也让党内彻底看清了习的群众基础已经不存在 习应该没预料到李克强的死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弹 老实讲,我也没有预计到 我没有预计到这个 会是一个这么普遍性的现象 就说 郑州发生了 安徽发生悼念活动 我觉得没啥,我觉得他们有关联性 但是你可以看从南到北,到处都有 这件事情就不简单 这件事情非常的不简单 这一定程度上也让胡温的安全得到了保障 未来习不得不考虑党内手段减除异己 这还是觉得是 用其他的方式 情况,山东的个别县城已经开始收割企业 企业要补缴国家减免的几年税收 还要企业写 志愿补税 国内的私企要提高警惕 大规模的收割很快到来,希望王老师常常提醒大家 醒醒吧 OK 我看到更离谱的 回头再说 情况加观点,坐标是家庄,发现我的交通 招商中信银行卡的密码 都输入错误 ATM无法取出现金,找银行处置密码 统一的说法是保护个人账户安全 落实反诈骗反洗钱,我觉得中共之所以把反诈骗 看得这么重 除了借机严密监控 公民的隐私之外 更多的是认为,因为中共认为那些诈骗走的钱 明明是属于他们的,动了他们的蛋糕 必须要雷霆手段,不是的,你搞错了 他们就是不让你动钱 为什么,因为银行已经没钱了 你要取钱他就会破产 因为银行现在亏空太大 窟窿太大 根本就 大部分的商业银行 都已经没办法正常的运作了 现在这些银行开始用这种方式 用这种方式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不让你碰到这个账上的钱 情况 东北省会某三甲医院 看病流程已经进入体制化阶段 由医保系统调整 DRG系统的强制执行 导致看病有两个不同 相关检查全部自费处理 病重的患者会直接拒绝治疗,口头让他去上级医院 这个医院本身已经是省内的头部企业 二 现在想住院要内部开绿灯,除非是 领导院长书记的关系,否则一律进入等待 对裂 几个月都等不来疆床,医疗系统已经变化到这个程度 让大家知晓 理解什么意思吗 这个医院已经停止运,没办法运作了 为什么没办法运作 因为他已经没办法从医保那边拿到钱 拿不到钱怎么办,拿不到钱就你要不自费 自费项目 就是检查 检查的部分全部自费 那检查部分全部自费,那医疗 你去医院一大部分是检 一大部分是检查 所以 用这种方式来运作 那东北的三甲医院已经这样 那整个医疗体系是出问题了 医疗体系出问题的原因是,背后是什么 医保出了问题 提问,川普和拜登已经相继 破了最高年龄的就任总统的记录 这两位老爷子要继续破纪录吗?难道两党就没有拿得出手的人物吗 我觉得蓬佩奥就不错,为啥没动静 你去提名啊,帮助他出来选啊 对吧 你觉得他不错 看看你有没有能力把他推出来 情况,我是内蒙古人,今天在黄河边把李克强说过的名句贴在一个栏杆上 以此作为祭奠 并且把这些照片发给李老师 让尽可能多的人看到 内蒙古人这两年的表现让我非常失望 去年白子运动整个内蒙没有一点动静 这次我没有听说内蒙有大规模祭奠李克强的行动 所以这次我愿意代表内蒙人为这次事件发生 生活在这个冷漠没有人情味的地方真的 感到孤独 观点 作为一个老观众 从19年12月初开始收听节目 突文李克强去世更加印证了自己的认知 虽然不知道死因是什么,也懒得去猜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中国持续改革开放的希望 已经彻底变成了幻想 印证了温家宝 12年的预言 祝王老师节目越办越好 同用苏是一句话 一点耗燃气千里快灾风自免 情绪这几年在中国发生的一切 像是一个时代羡慕前的闹剧 中国人不论地位高低 财富多寡 都身不由己的卷入其中 昏睡的人被惊醒 做前排的人最先跑路 但是这场闹剧确实让中国人逐渐明白过来 舞台上的雨 是中国人的血和泪 一个时代的终结需要一个又一个的巧合 和悲剧残忍和卑鄙 李克强的离世的景象印证了人民对这个时代的看法 也印证了闹剧真的已经惊醒了中国人 观点 从年初肆无忌惮的炮仗 到武汉街头的白发抗议者 再到学校门前的黄桃 黄桃罐头 这一年间中国境内的群体事件 无一不携带着 无一不携带着民众的不满 中国人对习近平对中共的软性对抗 在一步步的升级说得非常好 对李克强的哀悼是一场宣泄 也是对习近平政权的一次试探 说得好 人们开始寻找言论管控的漏洞 开始寻找能够表达自己观点的缝隙 破口在哪里我们尚不知道 但只要持续不断的试探 大坝轻塌只是一瞬之间 很棒说得很好 这是今天最好的评论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下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 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 再见